脸书有一个贴文把柔佛摄政王东姑伊斯迈牵扯到贪污案 柔佛州政府已经报警 警方援引煽动法令调查 这个贴文刊登在名为 伊斯兰党支持者俱乐部的脸书专页上 贴文宣称 柔佛王储曾经说过 反贪污委员会一个小组的主任 去年1月向外国机构索取2000万令吉的贿赂 柔佛总警长古马证实 警方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四之一条文 也就是发表煽动性言论 还有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 从滥用网络设备的角度调查全案 感谢您的内容